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我手上拿了这个是卢比亚出的一款 刀锋65瓦的淡化甲三口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是网友在我视频下方留言 说想看的一个充电器的评测和拆解 正好厂家发了一个过来 咱们就应这个网友的要求 先拍这个充电器的评测和拆解 正在拍摄的几个配件的视频 咱们延后一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走起 咱们是一个配件评测的新博主 还需要大家的多多支持 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评论区 留下你们的留言 我看到留言会一一的回复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话不多说 先开箱看看这个 卢比亚刀锋65瓦的三口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盒子的外观 整个盒子就是银色的质感 这上面写的有一个刀 这个元素是一个轻的同位素 是1931年美国的两个科学家 在氢气中发现的 咱们打开这个包装盒 包装盒的背面还印有 它的产品信息 然后整个包装 这里是透明的一个窗口 盒子里面有一根数据线 还有一本用户指南 这上面写的它的参数 这根数据线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个数据线的话 跟我们上一次猜的那一款数据线 质感上就要差很多了 拿出我们的充电器本体 这上面写着65瓦 然后这里有一个GAN的标识 这里有一个刀元素的一个标识 如果他没有这个拼音的话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 这一边的话有C1口 C2口和USB-A口 这上面有一个充电标识 还有一个塑料的保护膜 把它套住的 插头是可折叠的设计 充电器这里有二维码标识 然后这里写着有刀锋 65瓦三口氮化钾快速充电器 输入100-240V 也就是一个全球电压 然后它的规格 两个C口都是65瓦的功率 然后USB-A口的输出功率是22.5瓦 然后这边是制造信息 然后这里四类使用 双路绝缘 不要扔向垃圾桶 这个3C认证 循环10年 非热带地区使用 海拔2000米以下的地区使用 这些logo的含义 整个充电器连盒子一起是206克 去掉盒子 充电器加数据线一起166克 单充电头的重量138克 单数据线的重量27克 整根数据线的实际长度 接近1米1 109厘米 数据线的直径是3.7毫米 跟那些标准的数据线的粗细差不多的 充电器的宽度是50.8毫米 高度是51.8毫米 厚度是29.8 也就是30毫米 这就是这个充电器的外观部分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咱们就进入测试环节 我们用快充识别仪器来读取USB-ECO的协议 它支持QC3.0的5V 9V 12V 三星AFC的5V 9V 12V的25W 华为FCP的5V 9V 12V的24W SCP档位3.3V-12V的2A 21V的5A和5V-20V的3.25A 这个是Type-C二口的协议的情况 这个Type-C一口的协议 除了少了一个展讯的快充协议以外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我们用仪器读取数据线内部的 E-Mark芯片的信息 它是采用的应急性的方案 供电能力是50V 5A 这一根是240W的充电线 然后它仅支持USB2.0 这个仅仅就是一个充电线 传输数据的话是不行的 这一根数据线的线组是115毫欧 比上次咱们库台科的那一个多了14毫欧 咱们现在就进入实际充电测试 首先还是用这个红米的Loto 11T Pro 这个手机标配的充电器是67W 显示的快速充电实际功率在28 9W左右 充到96%耗时一个小时 大家看一下曲线图 它这个27W左右的功率一直延续到充到80% 然后开始逐渐的降功率 充到90%的时候就直接降为5V基础功率 一直涓流充电充到现在 然后温度的话最高温度的时候是41.8度 咱们室内的温度16度左右 OPPO系列的手机充电测试 咱们拿一家的AC2 Pro来测试 它可以启动快速充电功能 它的充电功率的话只有18W左右 这个手机充电耗时一个半小时 它这18W的功率从20%到80%花了50分钟时间 大家看一下这个曲线图 80%以后就慢慢的降功率 充了接近40分钟 才把电充满 充这个手机的时候 18W左右的功率最高温度是在38.1度 华为荣耀系列的手机充电测试 咱们用荣耀的X50 配合原装的8A的数据线来充电 这两个Type-C的口充电是18W左右 这一个充电口可以达到20W左右 启动的超级快充 咱们这个手机充电耗时一个小时40分钟 它的功率的话大家看曲线图 20W左右的功率维持了20多分钟 然后降为13W左右的功率一直冲到90% 然后慢慢慢慢的降功率一直充满 它的电压这条滤线一直都是在9V周边 它没有降电压 充电速度还算是过得去吧 它的最高温度一直维持在34度左右 温度表现也还是不错的 Vivo系列的手机 咱们就用这个iQOOT的J8来测试 这个手机标配的充电器是120W 现在是没有电的状态 我们同样的是找一个充电功率 最大的一个充电口 Type-C口可以激活Vivo的这个快充的标志 这个Vivo手机已经充满了 这个充电耗时52分钟 它的功率的话 我们是找的一个最大功率的充电口 也就是Type-C的口 它的最大功率大家看曲线图 25至30瓦的功率 大概一直持续冲到80% 电压没降 80以后它降功率慢慢慢慢的 20 20瓦 大家看这个它是呈T型的下降 一直到电充满 这个是咱们评测了这么久的充电头 这一款充电头兼容了Vivo的手机 兼容的还是可以 30瓦左右的功率 然后它的温度的话 我们室内温度16度左右 它最高温度的时候是48.6度 苹果手机的充电测试 咱们就用苹果12 Pro Max 这个手机现在是没电的状态 咱们这个手机已经充到95%的电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的曲线图 它最高功率的时候可以达到22.6瓦 再充到32分钟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屏幕给它吸掉了 它吸屏充电它就会降功率 一直降到只有12瓦左右的功率 一直充到80% 它就立马降为5V的基础功率 充到现在 大家看一下这个曲线图 符合苹果手机充电的一个规则 然后温度的话 最高温度的时候是42.6度 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度曲线 咱们现在就是满功率测试这个充电器的温度 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最高的温度是多少 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曲线图 满功率足足运行了大概50分钟 它满功率运行的时候能量还是非常非常足的 大家看图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我们这个充电宝充到80%以后 它就开始降功率 一直降到现在的21瓦左右 它的最高温度的话 大家看一下 最高温度在65度 我们室内温度16度左右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温度检测 快充部分 咱们都已经测试完了 现在咱们就是要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 它多口同时充电的时候 它实际的功率情况 现在Type-C二口是65瓦左右 实际功率在62瓦 我们启动Type-C一口的功率 Type-C二口马上变成20瓦 Type-C一口变成40瓦 也就是说Type-C一口和二口同时使用的时候 它是一口走40瓦 二口走的20瓦的功率 这个是跟规格说明是一样的 我们拔掉Type-C一口 它不会断流 这边会重新分配功率 变成最大的65瓦左右 再打开Type-C一口 它的功率马上就变成20瓦 没有出现断流 但是会重新分配功率 我们把二口拔掉 Type-C一口它的功率也会涨 马上重新分配功率 Type-C一口就变成了最大功率 现在咱们测试一下Type-C一口加USB-A口 它的功率输出的情况 现在一口是62瓦大功率 我们接上USB-A口 这是USB-A口的功率 然后Type-C口的功率 它变成45瓦左右 也就是说Type-C一口加USB-A口 它走的是45瓦加18瓦的模式 我们再来看看Type-C二口 加上USB-A口的功率是怎么样分配的 Type-C二口现在启动的是65瓦左右的功率 然后我们接上USB-A口 接上USB-A口的过后 它的功率立马就变成了5V 89瓦的功率 这边一样的只有5V8瓦左右的功率 也就是说Type-C二口加USB-A口 这两个口同时输出的功率只有15瓦左右 现在咱们就是来测试一下三个充电口同时输出的情况 现在Type-C一口它走的是45瓦左右 Type-C二口走的是18瓦的功率 然后我们接上USB-A口 这就是三个充电口同时接上的时候 刚才这个Type-C二口是18瓦的功率 5V3A15瓦的功率 它的压降值是0.35V 9V1A的功率 它的压降值也是0.12 9V3A27瓦的时候 它的压降值大家看一下 大概是0.3V左右 这个不稳定 这是9V3A的时候的情况 最大的时候0.35V 最小的时候0.3V 15V1A的压降值大家看一下 15V1A的压降值0.11V 15V3A45瓦的功率 它的压降值也是0.3V左右 还有输出不稳定有跳动的情况 最大的时候0.35V 最小的时候0.3V 20V1A 它的压降值0.11V 20V3A60瓦的功率 也就是说这个充电器的一个最大功率 然后它的压降值在0.25V左右 0.25V 前面的测试都做完了 咱们现在就是做这个充电器的最后一项测试 就是它的交流纹波输出测试 它一共要测试5个档位 5V 9V 12V 15V和20V 空载和负载 5V空载交流纹波的输出是230毫伏 有一点点波动啊 5V3A45瓦的功率 这是它的负载纹波 20毫伏的样子 这个充电器9V的空载纹波 340毫伏 9V3A27瓦的输出功率 输出交流纹波是230毫伏 大家看一下啊 12V的空载纹波也是340毫伏 12V3A36瓦的功率 它的输出交流纹波20毫伏左右 15V的空载交流纹波输出 大概就是340毫伏的样子 45瓦的功率 它的输出交流纹波 最高的时候30毫伏 最低的时候10毫伏 大家看这个纹波有波动啊 20V的空载纹波10毫伏 这个纹波控制的很优秀的啊 这是这个充电器在满功率输出的时候 它的交流纹波 大家看一下0.02V 也就是20毫伏波动还是有的啊 这个刀锋65瓦的三口充电器 评测部分咱们就全部都做完了 各项测试大家都可以仔细的看一下 跟其他的充电器做个对比 然后我们下一期视频就是把这个充电器拆解开 让大家看一看这个刀锋内部的做工和用料 喜欢我视频的老铁门 一键三连 点赞 投币 关注 走起 你们的支持 你们的点赞 就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下一期更精彩 我们下期视频